开决作为補助武器 不好意思啊 买错了 不好意思 好 卡布武器 已经出现 在这里先展示出色 需要蓄力4秒 才能放出一个旋风 由于狂暴母体的力量非常强大 所以 暂时无法对它造成致命伤害 所以这里需要暂且躲避一下 等待狂暴母体时间 到时 然后放出了这个飓风 也是可以在空中 然后缓慢下降 丢出R 消耗能量 值得注意的是长按右键 放出的向前推进的飓风 是不消耗能量的 并且会获得无敌状态 释放的时机是非常之重要的 长按 左键和鼠标右键 在原地释放飓风 同时也会获得无敌状态 单点右键时会向前方 产生一个范围击退 当僵尸之营碾压到近点时 长按左键和右键 即可触发飓风 长按左键时 会有一个突刺效果 现在 混入领主将是已经出现 可能在目前为止 造成不了有效的伤害 现在开启知名打击 可以看到攻击非常有效 就目前而言 可能有点操作失误 没办法挡住端120 那么这里就 可以 顺带演示一下 作为僵尸这一时遇到 这把传奇进战时的一个效果 这里再展示一下 忽耀审判 1 目前是狂暴补体阶段 所以可能需要暂时躲避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飓风 它是 有穿透的效果 可以穿透建筑物 不过 因为这个飓风 是需要蓄力长达4秒 所以有时候可能 在战况激烈的时候 表现不明显 只有可能就是 只差一点 这里被狂暴补体标记了 没有这个 有医疗箱 差一点 这里有一点小失误 好的 这里可以切到我的视角 由此可见 实践中要如何使用这把武器的特殊技能 也就是R戒 就需要各位在实践中好好摸索一份 玩家在实践中可以选择较谨慎的策略 步步为营的时候 这把武器 也可以 机器的杀入尸群中 快速充能 由此可见 这把武器 在实践中 非常非常难以操作 这把武器的话 我个人目前玩下来 我比较喜欢按住右键这个状态 它右键的话 它长按的话 就相当于是一个兔神的 一个右键的那个效果 然后当右键它变形成功之后 它会同时有一个无敌效果 并且往前释放一个这个 巨峰啊 这把武器它的左键第一下和第二下 主要是以攻击为主 第三下是击退效果 第四下是咱们的 第三下是定身效果 第四下是击退效果 还有这把武器它的左键 是目前来看是没有减速效果的 个人的话 我建议大家逛街的时候啊 使用右键长按住 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这把武器它的R键 它我建议各位用来保命啊 因为它其实输出的话 它这个R键伤害 并不是一个主力的伤害啊 用来保命的话 比这个神轨开天 我认为还是要操作 起来还是要方便一些 它的右键按住之后再点击一下左键 它会向前释放出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巨峰啊 这个的话我认为它是一个 主要的一个输出方式 这把武器目前来看的话 它的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 各位如果在这个随机武器的这个生化三里面 如果随机到这把武器的话 想必一定可以大杀四方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武器 它在按R键的时候 会有一个 一个微弱的小字苗 就类似于猎宫的 魂兽猎宫的左键 瞄边补偿 也就是 类似于 平心中暴弩的 一个准心之小字苗 当向前丢出R键的时候 视角在附近 就会自动寻敌 而右键也是可以享受到致命打击的这个效果 这把武器 它的右键长按之后 按左键 会提供一个无敌效果 第二个无敌的话 就是按R键 也会提供一个无敌效果 但是的话 右键长按再按住左键 这个是需要释放能量 是消耗比较是需要释放能量 然后第二种的话 按R也是需要释放能量 但是它右键长按 然后再松开 这个操作方式是需要四秒钟 所以说的话这把武器 并不像神会开天一样 可以抑直右走 好 这里等待狂暴母体结束 然后才能有效的造成一个 一个击退或 定身的一个效果 在上前面有展示到这个 飓风它是有一个穿透的效果 即使是躲在墙后 也可以穿透过去 但是在这个飓风 有一点比较难释放 经常因为 因为大约是3.5秒 或3.6秒的时候 松开了右键 从而导致飓风 没办法正常放出 使用R键的时候 也是 可以有一个微弱的小字张 哪怕是空中目标 它也会自动寻敌 在合适的时机 在合适的时机 可以使用长按右键 就是这个 我被这个呼范铁给 给扣了 大家可以看到 每次使用这把武器的时候 都需要绞尽脑汁 不顾未应的操作 这是一把非常难以上手的武器 这里使用端一二铃 尝着去突进 但是 因为有 欲获操龙的情况下 比较难晋升 目前这把长期进账 在这个自保能力上面 可能还是有一些欠缺 值得搭配的还是次元裁决 还能是做到在家人群众 七进七出 好 它被吃野恶鬼的火焰给 火焰给击飞了 值得注意的是 本次测试是 关掉了容元柱 无法通过士气获得回血 所以在没有减服几箱的情况下 就血量会一点一点的少 这把武器的话 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测试版本的状态 大家还是要以后期实战中 正式服上线的内容为准 大家如果有对这把武器 有什么意见建议 也可以欢迎大家提出来 目前的这把武器的操作性和 领远度 还是有待提升 这里 捡到了补给箱 关键时候还得是清空靠谷 因为可能血量不多这里捡个补给箱 这里开启致病打击 释放一个飓风 释放飓风时也会有一定的无敌时间 同样的这个飓风还是可以穿透 如果穿透后的这个特效是看不见的 但实际上还是有伤害的 在合适的机会释放飓风 在合适的机会释放飓风 可以获得 短暂的无敌效果 单点右键也是有一定的击碎 这把武器的话我认为它目前的话操作方式主要是有两种啊 用来应急的一个无敌防御啊 第一种就是切出来之后 立即右键加左键 它会往你的这个 释放技能的一个方位啊 释放一个超级大的一个这个光圈阵啊 第二种的话就是切出来直接按R 并且按R的话它可以进行一波连整啊 但是这个我还是更推荐用于应急啊 因为你这个它按R键它的伤害是 不如刚刚那个光圈进行一个非常高的 它这个武器右键它是16的 右键只要一直按住就是一直是一个360度啊 算说它可能这个低退性啊 没有其他传奇武器那么好 但是的话你在关键时候啊 起快它是可以保你的命 如果各位是变的是英雄或者是武器酷的话 我其实更推荐各位使用这把武器的左键进行一波输出 顺币一提的话这把武器它目前的话低速是260啊也是一把持有移动速度非常快的一把进展机 这个武器 这把武器的效果它会持续的对僵尸进行一波伤害啊 所以说它并不是像神鬼开天一样 它是一波短时爆发 这把武器是更考验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输出啊 并且的话这个标记的话 每种僵尸每个僵尸啊 它最多是承受一个标记啊 比如说比如说我对这个僵尸进行一波标记之后 如果小恶它也进行过标记啊 虽然说我第一波标记它这个单点伤害就是第一波伤害5000是能吃到的 但是后续的这个标记伤害啊 这个还是由这个小恶来说来吃到 所以说这把武器的话多人使用的话 它会存在一个强伤害的一个情况 我们使用左键开波六试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黄金僵尸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怒气值怒气值僵尸啊 它确实是这个抗性非常高啊 愤怒领主僵尸这个是官方名称的 这把武器的话我推荐大家逛街的时候一直右肩按死 然后一旦它这个充能完毕啊 就可以往前释放一个这个推击冲击波 OK 我们使用右键开波六 简单来说的话 这把武器的话我目前体验下来 认为它是跟神轨开天是两种路线 神轨开天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一个 一段输出它一个跳皮 而这把武器的话 它是具有一个短距离 一个中距离的一个输出能力啊 神轨开天它是一个 有非常远的一个跳皮距离 但这把武器的话你可以看 它目前并没有一个非常远程的输出能力 它这个风的话 确实距离只能说算的是中距离输出 这把武器的话目前来说 也是没有任何的位移能力的 如果遇到这种紫僵尸的话 确实是比较的棘手啊 好 这里准备蓄力开波致命打击 但是 由于距离比较远 所以未造成有效的伤害 这里给秦宫抽一波能准备一离 由于武器有一些前摇和后摇 一些无敌招式展示出来 比较有一个复杂 所以在大多数情况 可能有一些想开无敌技能 但是可能一时半会按不出来 这里还是得不断用轻弓 因为江苏这边的看性比较强 所以一些武器可能没办法造成有效的定身和击退 目前我们体验的是这个测试版本的T2接仓库啊 也就是目前咱们伯府啊 在上周更新之后啊 最增加强的这个神话英雄3 这个模式的话 目前对于平衡性做了非常大的改善啊 可以看到 殭屋确实是胜算比较大啊 我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 6 6 6 5 4 3 2 1 6 7 7 8 7 8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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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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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武器的这个能量回复速度 可能还需要有待优化 左键和右键的示范的这个前摇比较重要 如果不提前准备的话 可能就会导致示范不及时 我选择了一个迷雾僵尸 小鹅同学可以对我使用一下技能 目前本次的这个测试版本的话 还是给大家以演示最新的传奇级攻占为主 咱们最新的特点武器啊 就需要大家在正式服上线之后 好好地体验一下 可以看到咱们最新的传奇级战武器啊 它的伤害确实是没有办法被迷雾僵尸所吸收啊 其实断越零 可能也没办法 暂时没办法突进进去 对吧 这把传奇近战的R剑可能在空中能对断越零造成一定量的伤害 从而导致强制坠落 刚才这个是复活点的三秒看性 所以可以强行突刺 复活三秒内是有一定量的这个看性 能免疫大多数武器的击退和定身已经减速效率 当然只把传奇近战有多个人类同时使用 或者蹲在一个小角落 那么加斯阵营这边在短张的时间内可能一时半会无法突破 大家除了对于最新的传奇及近战武器有任何一点都可以向官方进行反馈 然后对于这个最新的测试生化3大家也可以同样的进行官方进行反馈 这里好像有人选择了阿尔巴尔 值得注意的是在面临爬帮母体的时候可能需要轻空或直线裁决急速躲避 需要的时候需要开启这个摄影号印来保护自身 目前版本的这个测试生化3对于急救箱的数量进行力波比较大的削减 各位如果进入到这个流血状态的话可能会确实比较难受 这把是六感染了普通的僵尸玩家 好久回合已经展示完了 好久回合已经展示完喇 好久回合已经展示完了